阿公阿嬤秀出小黃卡 不得了已經蓋到第二張 向在極點 三四季是BNT 然後再來又變莫德納 這位阿嬤兩季AZ 兩季BNT 再補一季莫德納 兩張卡集了三種張 沒有犯法一定要這樣子 打的時候身體都會有一些不舒服 這樣經歷很多次 第一季第二季 直睡一下 第三季手 第九季第四季手 疫情兩年多 老人家哀針打五劑 承受副作用 還打到有兩張小黃卡 苦笑 無奈 為了健康也沒辦法 台中連兩天開設 次世代疫苗快打戰 為75歲以上長者接種 一共造冊八萬人 以西區大墩文化中心快打戰來說 第一天提供一千五百劑 施打率大約三成二 這一次施打的 莫德納次世代疫苗 是第三季 第四季 第五季 掛號到四打完 不用三分鐘 邊境開放再加上雙十連假即將到來 是不少長輩急著打次世代疫苗的主因 台中分階段開放接種 緊接著10月3日 4日則是65歲以上民眾造冊快打 希望能再多點保護力 記者徐玉文 王世函 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 政治議題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中市的日子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指導